从军十年又六个月 三十岁的张采为 以少尉军官位阶退役 重劈袈裟 法号圣言 一九六三年 圣言法师在高雄美农的朝元寺 闭关修道 三年后因为演辑不得不出关 隔年圣言法师决定二度入关 总计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八年 两次入关 前后长达六年 最后是为他剃度的东出老人要求 圣言法师才出关 也贤命到日本东京学佛深造 提升台湾的佛学形象 像我要到山里边去 这个闭关 这是六年 像这种闭关 在一般的人是坐牢 这个闭关比坐牢 他受的限制更大 他这个生活的范围很小 在官房里边很寂寞 没有人谈话的 可是我在官房里边 觉得过的生活非常快乐 我整天时间都是自己在找支配 没有人支配我 我是自己支配自己 而我自己要支配的时间 我要做的事在官房里边完成了 这个很快乐的事 所以是苦修 在外边的人看起来是苦修 在我本人就是苦修的阶段 或者是苦修的生活 我依苦为乐 在留学大不一的年代 出家人出国更是装男士 尽管当年部分佛教界长老 对不计计婚心的日本和尚 博不以为然 能展现定敬会的圣言 仍获得许多长老出姿相挺 日文我是在官房里边 闭关的时候 有一位叫杨白鱼姬士 他把日文的书 送到我的官房来 我根本看不懂 他说你先看文法的书 我把文法书看完了以后 我能够看 我能够运用日文的书 但是我不会讲 我不会听 然后到了日本以后 我才开始在课堂上 听日文 那这个时候听不懂 听不懂 这是看看得懂 看看懂 听听不懂 但是听不懂的没有关系 我借同学的笔记来看 1969年 圣言法师以39岁的年龄 到日本立正大学深造 没有受过正规中等 以及高等教育的他 直接攻读硕士课程 他全心用功 以四年的时间 拿到博士学位 在我的那个时代 这个副教是没有地位的 出家人是被人家看不起的 这个有修位 出家人没有一个 大学必一而来出家的话 这是个笑话 这个人家觉得很奇怪 因此我就发一个愿了 我说我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是因为出家人的社会 地位这个那么低 那个副教那么衰 我说我自己去吧 我记得有一位叫做义晋三藏 这个唐朝的一位义晋大师 这是跟玄庄差不多有名 叫义晋三藏去印度的时候 也是39岁 那我说我还不算晚 我39岁到日本留学 那到日本留学的目的 是就是要找一个修位 修位有了以后 再回过 我想把副教的水准提升 成为博士比丘 全靠过人的努力 师父自己有说过 他其实从小时候是落智 尤其在13岁之前 他是一个落智 那他一向记忆力不好 然后智能发展不是那么充足 但是他出家之后 他在因为被课颂 因为我们要被经文了什么 他背不起来 那他的师父就跟他讲说 你要拜观音菩萨 求观音菩萨为你开智慧 结果他那时候就每天拜佛 不断地拜观音 求观音 他有一次他突然觉得 他自己有那种突然清明的起来 那这个其实某部分是观音菩萨的感应 我觉得师父他不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但是他是一个十分十分努力的人 他是看起来就是先锋道骨 那以前我曾经用一个词来形容他 他大概就是佛教界的清流 那么换解说他各种的 不是很名誉的一些消息 那么好像都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 那么就这点来说 那么他是清流 那么这点当然也是吸引信众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以出世心 作画世事 圣言法师数十年的努力 让法古山成为国际性宗教团体 信徒 道场 遍布海内外 他曾说国内乱源在于人才优秀 但品格差 所以他提倡心灵环保 智力建设人间净土 他的社会成就 已非凡俗世人能比能及 这位即才学 佛学 教育家 以及哲学家于一生的一代大师 养之弥高 钻之弥坚 成就令人崇敬 敬畏是很多人对他的第一个直接感受 其实真实的他 还有更多的风趣和幽默的 继续透过圣言法师身边人的见证 我们一起的认识 这会智慧而又自在的一代大师 庄严是一般人对于圣言法师的第一印象 不过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真实的他非常亲切幽默 我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要去从法谷山到台北 那我记得车子开到阳津公路口 准备要上山的时候 师父就对我们说 等一下我们要上阳梅山去开雾 然后我一听开雾还有选时间跟地点的 就很好奇看着师父 然后师父就说 师父就指着山头 就说对啊 等一下你车子开过去 雾就散开了 那个就是开雾 行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圣言法师 身旁总有一位逝者 帮忙打理大小事情 他们是最亲近法师的人 也最了解法师不为人知的一面 曾经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那时候其实我不是逝者 是代理逝者 在机场走路的时候 不小心把师父绊倒 回国之后啊 我觉得有一种 在心里面跟自己讲说 我觉得好像不配做这个工作 跪下去我就跟师父讲说 就觉得自己不配 不配在当事成这样 他问我说 我有责备你吗 我说没有 他师父说 没事了 对啊 他跟我讲说 进行受报食人 就跟我讲说 进行受报食人这样 对啊 就因为这句话 所以我觉得那个石头啊 才从我的心里面放下 后来第二次当事者的时候 我就是发愿就是 不管这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是发愿要把师父照顾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